第四千四百九十六集 悟空老人催了一口唾沫 旋即一声大喝 那重伤的残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但很显然 悟空老人的气息 已经只能堪堪维持在某一境界 虽是有可能跌落 堂堂叱咤 天宫之地万载的人物 就这般能耐 血魔老人明显察觉到 悟空老人的异常 一双邪目之上 几分猙獰之色跃然脸上 天宫神教之威严 不可如 悟空老人须发飞舞 横眉怒吓 双眸死死盯着血魔老人 在那沟楼的身躯之上 毁灭之意弥漫 老伙计 是时候了 一声龙吟 自天宫神教禁地之上 思鸣 正是先前前往 万神雪山之巅 寻找天雪心时 夜晨所骑成过的 那条神龙 想不到天宫神教 还有一条涅龙 血魔老人 狠辣的目光 扫视一圈 这等龙族 也妄图与我为敌 悟空老人不语 眼眸之中 伤感之色涌现 老伙计 你先走一步 神龙似乎感受到 老人心境 一声思鸣 化作一抹流光 赋于悟空老人掌重 灿金色的逆林 溢溢生辉 一片逆林 就代表了一条 神龙的陨落 逆林之光 老人一口精血 吐在林甲之上 那灿金色的光芒 瞬间杀气中笑 你这老东西 快住手 血魔老人 察觉到这一招的恐怖 急忙喝止道 天宫神教的威严 不可如 悟空老人身影 手持逆林 生腾而起 灿金色的光芒 宛若烈日临逝 将天宫神教 整座山门笼罩 而老人那手腕之处 化作丝丝 兴芒消散 晚大的汗珠 自悟空的额头间低落 似乎在承受着巨大痛苦 灿金色的光芒 一丝丝照耀在 天宫神教 已经阵亡的 内门弟子的身上 一幅幅面孔 虽死幽容 带着温和的笑意 与丝丝的不甘 欣然赴死 吴玉智的身后 几名核心侵传弟子 也已经战死 那魏寒的尸骨 狠狠抓着敌人的衣襟 不曾松开 一位黑衣强者 枪间寒芒扫过 一条臂膀斩落 晦气 将天宫神教弟子的尸身 一脚揣开 提起手中长枪 在此攻杀而来 我天宫神教弟子 何惧外敌 吴玉智一声大喝 显然也是做出了 赴死的决心 悟空老人显然也是注意到了下方的一幕 这血魔宗老鬼的手段 颇为诡异 自己的血气 也已经近乎燃尽 说得好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 为我天宫神教陪葬吧 悟空老人目自欲裂 眼下一条条被剥夺的鲜活生命 都是他的孩子 你灵之光 沉灭万物 随着一声力吼 那逆临之中 涌现的光芒 将整座山门封锁 血魔老人 与神武殿主第一时间 察觉到了异常 这光芒 将整座空间七个而去了 我们失去了 对天宫之地的感应 这一刻 浓浓的恐惧 袭上了联盟大军的心头 仅是一束光 将整片空间 自天宫之地 生生剥离而去 仿佛就是另一处 失落时空 老家伙 你想同归于尽 神武殿主暗叹一声不妙 撕裂虚空 便是甩开夜晨 向着悟空老人而去 就连夜晨 也是被此等手段震惊 下方的灵儿收手 望着苍穹之下 倾泻而下的一道道光柱 剥离 然后便是毁灭 夜晨瞬间想到了 最可怕的一幕 悟空老人竟打算借助最后的力量 连同神龙逆临的力量 将整座天宫神教的一切 抹杀泯灭于时光长河之中 该死的 黑衣强者不再追杀天宫神教门人 而是对着一道道清晰而下的光柱 开始疯狂逃窜 又是一抹晨光洒下 恰巧照耀在黑衣强者的肩头 那恐怖的修为 一瞬间爆散清晰而来 而黑衣强者的身躯 在光束的洒照下 散作点点星光消散于世间 沉浸光声 悟空老人哈哈一笑 自身化作一团炽烈的光芒 天宫神教弟子健壮 纷纷跪地叩手 天宫神教 恭请老祖父死 为我等报仇 天宫神教 恭请老祖父死 为我等报仇 老人那最后的眼眸扫向夜沉道 天宫神教便交由你了 小友 遇你无悔 后会无期 夜沉 夜沉被这一声呼喊 思绪划过心间 玄其在那无尽的晨光之下 奔袭而去 整座天宫神教瓦砾 散作星点 刹那间光明吞噬了一切 灿金色的光芒 照耀着四个大字 天宫神教 耀目的光芒填满了这片 被遗忘空间的每个角落 整个世界是目之所及的白 该则 神武殿主双拳紧握身形颤抖 不住地颤抖着 联盟此番带来的 紧接是血魔宗与神武殿的精锐 其中无数乃是各自宗门的顶尖战力 悟空临死前的拼死一击 将万物都是融化在了这晨光之中 天宫神教的痛 你们也该切伏之痛般地感受一下 叶辰与灵儿身影再度显现在 这满目煞白的世界之中 神色寒冷 血魔老人的身影消失不见 偌大的虚无空间之内 仅是剩下了神武殿主与叶辰儿人 该死的老家伙 不惜将宗门全部弟子葬灭 也要拉我神武殿下水 此刻的神武殿主眼中 哪还有先前的从容之色 长发数记的他早已失了智 神色猙獰道 叶辰 我要杀了你 而且你永远也别想知道 天血心在哪里 神武殿此番前来的所有战力 除他之外 紧接化为星光 这一刻的神武殿主 彻底癫狂 叶辰皱眉 想要从他的嘴里 撬出点有用的信息 现在看来难于登天 准备撕裂虚空 我们离开这片失落的空间 叶辰望着灵儿沉声道 这个老家伙 我来拖住他 神武殿主眼中 癫狂之色尽险 想走 留在这里吧 神武光轮 在这满是光亮的世界之中 神武殿主身后浮现出两圈 漆黑色的光轮 散发着毁灭的恐怖气息 这是毁灭规则的力量 灵儿不眠地有些心惊 眼下的老家伙 已经激进癫狂 他杀心已决 无无之道 止水一剑 如今这片时空 隔绝了一切 想必施展止水一剑 不会被察觉 这一刻 叶辰手持龙原天剑 他无悲无喜 面无表情 一剑斩出 终极无无的奥妙 皆蕴含在这世间 无可匹敌的一剑之内 心若止水 剑如青坛 无波无览 但偏偏 在到达的那一瞬间 碾碎了所有的规则 一声脆响 剑芒碎裂 反观神武殿主身后 那两圈漆黑光轮 却是分毫未伤 叶辰眸子一宁 看来伤势还是太重了 这一剑 和当初红天经的一剑 差距太多了 被毁去也是意料之中 你竟然看见了一丝无无 但这一刻 神武殿店主 却是震住了 虽然那一丝 无无之感 很快消散 但他确定没有看错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路 不过他也没有细想 只要能斩杀此子 一切就值得了 神武殿主宁笑一声 旋即光轮站出黑芒 两只深黑色的硕大羽翼 伸展开来 足有千丈 毁灭风暴 振翅一山 黑色的能量风暴 自叶辰与灵儿的中心 不远处升腾而起 一道道黑色的雷霆 闪过其间 纵然你万般天才 也要云我手中 神武殿主一声大笑 旋即自身化作风暴阵眼 向叶辰席卷而来 糟糕 这黑色的风暴 似乎像是空间乱流 将整座空间的坐标搅乱了 叶辰 我无法自裂虚空 该死 叶辰宁谋 望向席卷而来的 千丈风暴 叶辰手中 龙云天剑一声嗡鸣 悍然冲出了黑色风暴之中 自寻死路 叶辰 既然如此 你的小命我收下了 神武殿主的声音传来 不过是踏足 黑色漩涡风暴的中心 仅是瞬间 那丝丝呼啸而过的狂风 便是宛如利刃一般 将叶辰的身躯 如纸张一般 丝滑地切开 这便是天君之危 仅是几夕时间 叶辰的血肉 便是展开数百道 深刻剑骨的缺口 在那深处 丝丝黑雾流转 叶辰 这风暴漩涡中心的力量 足以撕裂空间 那无尽的风暴乱流 夹杂着毁灭规则的侵蚀 斩之即死 这百道伤口 你已经无力回天 节节的宁笑之声 在叶辰的耳畔响起 然而叶辰依然没有放弃 手持龙烟天剑 继续一战 躺臂挡车 神武殿主一声冷哼 漩涡中心的风暴利刃 继续飞速切割着 黑色风暴习选而过 神武殿主的身影 赫然雄丽于当场 虽然面色苍白 但尚有余力残存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太真净小子 居然这么难杀 成功了 叶辰 然而灵儿激动的声音响起 回眸望去 一道年轻人的身影 自虚空之上 若断线风筝一般地坠下 小丫头 带我离开这里 我可以留你一命 神武殿主 阴逸的眼神望着灵儿 叶辰的身形坠落 在地上砸出了一个深坑 几声剧烈的咳嗽 却是带给了灵儿希望 叶辰 你没死 抹去了眼角 一丝湿润润的灵儿 急忙冲到叶辰身边 小小身躯 撑起了她的全世界 竟然没死 你还能撑多久 神武殿主望着 再次依靠着灵儿支撑 起身的叶辰 老东西 你不死 我怎么会死 叶辰全身颤抖 脸上神色却是从容不迫 努力地伸起右手 两指轻轻捏出 最后一个指印 叶辰嘴中阵阵有则 还是我赢了